欢迎收看由梗来报 杨明帮找梗 今天是我们第十次的播出 哇这个十全十美呢 我们就邀请到这个号称港湖加油的 这个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议员 今天呢他是这个特别来给我们捧场 那我们也会问他很多这个政坛的内幕 例如什么大巨蛋啊 或是台北市长的选情 但是我们在这个依照惯例 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这个这个人物的一些 有一些有趣的故事的介绍 好那一开始我们先看到这张照片 一员游这个是大概多久以前的这个照片 应该是2010年吧 对对所以是12年前的照片 跟你这个握手的 这个是一个那个金发的 这个是美国前总统对吧 对他是柯林顿 这不是杜雷莎博物馆里面的蜡像 有点像有点像 有点像是吧 有点像 这是当年柯林顿来受邀来台湾演讲的时候 对对对 听说当初光是要跟他 比如说要跟他合照什么 是要买门票的对不对 50万 真的喔 所以你是真的花钱去吗 当然不是喔 我拿那个钱我是里面的工作同仁 然后那时候好龙斌好市长就说 诶照一张像50万 趁现在后面没有人 你赶快冲过去照一张 然后我就这样被推过去 然后就照了一张 反正柯林顿也分不清楚谁有付钱 谁有付钱 他觉得场内都是有付钱 这是一个现赚50万的证据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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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 不过你自己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这样你自己在台北市工作时候邀请很多的这种所谓国际的加宾来喔 那柯林顿给你有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印象 其实我们主要没有邀请很多国际嘉宾来 而是台北市在对外参访的时候 我们去了很多国家的首都城市 很多外交部见不到的人 台北市政府出去见得到 为什么 因为外交部有国家的这个层级 比较有政治敏感度 跟大陆有邦交 基本上不会见外交部的官员 但因为我们是城市交流 所以包括说东京都知事石原胜太郎 纽约当年的Brunberg市长 然后朱莉安妮等等 我们其实到了海外去参访的时候 他们都会愿意跟我们有一个会谈的会面 那这个柯林顿来台湾 那一次他是来演讲的 基本上我就只是蹭过去照一张像而已 我对他没有太多印象 只觉得他就是跟陆温世纪的那一个 但是我对于两个国际的政治人物 我是比较有印象的 一个是石原胜太郎 日本的前首相 东京都知事 可是他是非常有guts的一个 他差一点要说要把那个什么 钓鱼岛买下来的那一个 然后也是帮东京争取到第二次奥运的 这个东京都的知事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Brunberg市长 纽约的这个彭博市长 大家知道他之前是彭博社的老板 他其实是大富豪来着 所以他的那个办公室非常有趣 他的办公室是全部开放的 几百平的一个大办公室 然后他自己是坐在中央 有一个高起来的园台上 坐在那边 他看着大家 大家也看着他 这很像你知道吗 那是像那个监狱的中央 不是不是 就是纽约的 就是类似股市交易所那边的 就是华尔街的那种概念 对对 因为他就是从企业界出来的嘛 然后石原胜太郎也是 他讲话就非常有霸气 那他就说 你知道我们东京都跑步 因为东京马拉山很有名嘛 你可以闭着眼睛跑 意思就是路很平 不用怕跌倒 对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就觉得说 输人不输丁 然后我们就 推路瓶 对路瓶 原来路瓶是这样来的 我们很多台北市很多市政 在豪市场时代 都是跟国际拼场来的 这个1999有没有 现在台北先用 现在全国都有1999 那是跟纽约311拼场来的 纽约有一个311市政管家婆 然后我们的U-bike 是跟巴黎的 这个公共自行车系统拼场来的 可是我们现在赢他们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跟国际交流一些有趣的 你可以让台北更近地 就是学一些人家优点 对 然后你甚至可以超越他们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之前在台北市工作 很有趣的一个部分 对 不过这个 孰会议员刚刚讲到这个 我最近听到一个很有趣 你刚讲说 我们外交部不一定能去的地方 台北市能去 我最近听到 那个菲律宾的新任总统 小马可是不是要就职6月底 我们外交部还没拿到邀请函 对 但台北市政府拿到 是啊 因为城市就像前任的 因为好像马尼拉是这个 台北市的姐妹市 对 前任的菲律宾总统是那个什么 杜特地 他当年才好笑 当年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跟菲律宾有一个冲突 就是他们的警察海警 海上讲 对 枪杀我们的渔民 那时候杜特地还是市长 他菲律宾不认错 说是我们的渔船 侵入他们的领海什么的 但杜特地自己透过关系 外交部的关系 打电话到台北市政府来 希望跟台北市长 好市长通话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诈骗电话 不过那个口音 真的还是菲律宾打来的 这个是有曝光过吗 我忘记了 但是杜特地跟好市长有通过电话 他打来说什么 他说虽然菲律宾政府不道歉 但是我觉得是我们错 所以我代表菲律宾跟你们道歉 哇 结果后来他就变总统了 对 所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也是真性情 这一段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但我刚刚要讲的是说 现阶段 这个在外交部还没拿到邀请函 台北市已经拿到 只是台北市还没决定要派谁去而已 对 那这个当然议员可以追一下 好 那接下来下一张照片 这是去年的照片 会不会有点不堪回首 有 不过这还不是我最胖的时候 对 不过这张照片 是让你 是衣服胖 他们建了一个太大件 无敌大件的衣服 这个造型是那个鱿鱼游戏 那个Netflix的韩剧 然后这个那都风靡全球 结果那时候台北市长柯文哲 找你一起拍一个算是宣导片吗 是吗 是服 对 其实一开始是先网友觉得像 然后我PO到脸书上 问大家像不像 然后不知道话说 媒体跟这个网友都说很像 然后之后 柯市府才来跟我联系 就找你说我们来拍一次这个 对 然后呢 这一张照片呢 后来还登上了 朝鲜日报 对 韩国的最大报 你这个一个台北市议员 突然变成这个国际的 这个注目的焦点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造型 是也没有国际注目 只是说那时候因为这部韩剧很红 所以他们韩国的媒体 也大概觉得很有趣 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固定搜索自己名字新闻 那我想说点进去怎么 咕噜噜噜噜都是韩文 但它有一个括号 然后 就是写汉字 对写汉字写文名字 然后我去找翻译人 我想说我做了什么事情 丢脸丢到韩国去吗 然后就去找用翻译软点去翻译 然后才发现说他是在说 对我真的很像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个回事 所以续集记得找我 OK 真人版记得找我 所以当初 当初我比较好奇是当初拍摄的过程 因为其实你知道 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是柯市府嘛 对 是市长找你 还还有找几个议员 没有没有就我 这议员只有你一个 因为他就演那个鱿鱼游戏娃娃 没有其他的那个 那他当时是发言人致函来找我 那他因为我其实算是柯黑啦 外界公认柯黑 但是因为我其实只管市政 这个角色也没有错啊 因为他是要那个 对对 这个是要如果 盯住大家有没有违规嘛 对是要watching you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 也蛮符合议员监督市府的那个概念 对可是我跟柯市长 或者是柯市长的幕僚 其实关系没有不好 因为他们知道我只问市政 不会去羞辱市长 也不会去问政治性的这种 很无聊的问题 毕竟你是在市府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对 所以那时候他们打来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自函还忐忑不安 会不会得罪你吗 对没有他怕我一口拒绝 然后他听完 他说可不可以 我说我觉得应该是柯市长 比较不想跟我拍吧 因为我觉得我常定他嘛 那当天我比较好奇是 当天柯市长看到你穿这一身 他第一句话对你讲什么 我忘记了他好像笑出来了 他好像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对我有点忘记那天好热 然后那个太阳又大 对对 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三级警戒结束 对不对 对好像有 因为我们要促销熊好券 对 所以是要拍这个 对就是做振兴 对对对 现在疫情又是这个准备要落底了 会不会又要拍一支 续集台北市政府续集在找你 你要拍吗 应该不会再找我了 这个选举其他议员会哇哇叫 对对对也是啦 好那当然呢这个 像我们就会看到这张照片 就会想说 这个也不过不到一年前 那你这一年到底瘦了多少 十七公斤 哇十七公斤的概念 你知道十七公斤 我来想想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十七公斤 一个两岁小孩子的重量 哦真的吗 对我问过了 哦真的吗 一个两岁小宝宝就从你身上掉下去了 对对对 哇哎你要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的 那第一个我都告到 最近半年 每一个人问我说你怎么受十七公斤 我说第一件事 对 你得先胖 哈哈哈 你没有胖你哪来的瘦呢 也是 去年防疫我相信很多人都胖了 因为光在家里 对 那我一到八月也胖了八公斤 对狂胖 为什么因为我都自己煮 然后自己煮你就会觉得要把它吃光光 又没有 不留胜菜 对又没有形成 所以然后我这样去年 我去美国演讲一趟 美国的饮食 嗯就是高热量 对然后回来又这个关持四天 又只有吃在房间里面 所以我就变胖 还有得椎间盘突出 哦 就是那个是连带的就对了 对 然后九月 我那时候就立定志向 我九月一号要开始 減肥 对 因为我们在跑基层的时候 都会有里长说 好你稀缺 然后回去我妈也说 哇你太胖了 你知道自己亲妈都闲的时候 就真胖了 就真的胖了 就真胖了 所以我就 而且因为今年要选举嘛 我常常开玩笑 这个选举是一公斤五百票 谁想投胖子嘛对不对 然后 所以我就九月一号就开始 很努力的制定计划 那前三个月九十十一嘛 到十一对 差不多前三四个月了 我就用非常严格的饮食控制 然后后面就胃就自动变小了嘛 对 到了二月之后 今年二月以后 我就 比较自然 对自然 可是 也不会负胖 对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我是易胖体质 所以要自己很小心 那我前 大家都问我说 那我前三个月怎么饮食控制 我前三个月就瘦12公斤 对我后面五个月才瘦5公斤 好 那前三个月 我一天 我讲我的食谱给你们听 对 难也难 不难也不难 因为我没有办法特别去做什么 这个要因人而异 对我没有办法特别去做什么健康的便当 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嘛 我早餐就喝一大杯高蛋白牛奶 因为你点重不能够流失肌肉 那它有巧克力的口味 有香草的口味 你也很好喝 喝一大杯你也就饱了 对 就当早餐 然后午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是你要记得 就是淀粉少一点 不是我也没有 我就 午餐就自然 我觉得少吃已经很可怜了 不要再挑食了 对 没有 我就譬如说如果今天我要吃的是炒面 或者是说牛肉面 什么anyway 一来我就先分一半起来 就是减量 减半 你不可能说 你不要说反正我会少吃 吃着吃着 其实你也差不多吃完 你一定要先分一半起来 晚上就吃那一半 等于你一天的食量就等于减少一半 对 可是就等于一餐而已 一餐加一杯高蛋白牛奶 对 但你三餐还是维持有吃一点东西 要不然你会 就你没有刻意去挑说什么不吃什么吃 对 但是是用先减量的方式 第一个你心里的空虚寂寞 不会那么重 对 然后第二个你没有哪一餐说不吃 如果你晚餐不吃 你要撑到第二天早餐 然后又只喝一杯高蛋白牛奶 那你会觉得人生简直死了 算了 就是说这算是比较愉悦的减肥 对 你心里面要先过得去 过得去你才能持久 就比较接受 对 但是另外两个就是我比较痛苦的事情 就是不喝珍珠奶茶跟咸酥鸡 我以前每一天大概喝 就是每两三天会吃一次咸酥鸡 这两项食物基本上是台湾之光 对 万乐之源 对 我真的有半年一口珍珠奶茶也没吃过 整整半年 对一块咸酥鸡也没吃过 对 所以其实我前三个月就瘦了12公斤 那后还有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观念 以前我们减肥的时候 如果朋友聚餐 或是今天晚上去很好的餐厅 我们难免会有人请嘛 你就会觉得说没吃 就拍谁 不是怕胜 怕胜 难得来这么贵的餐厅吃 对 先吃再说明天再见 这一句话大家一定常讲明天再见 对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 我就换个双字箱 我就不会明天就死了 以后还有的吃先减再说 就是要转念 就是你一定 你现在在减肥 你就不要有任何给自己任何的借口 是 你要转念 明天以后都有的吃先瘦再说 对 所以就是意志力还是很重要的 对啦意志力 还有你自己心情要过得去 像现在 现在你在这个跑突啊 那些你当初说你这个胖的里长 现在不会再说你胖了 当然了 你怎么剪得交我 不过很多里长其实 现在很糟糕的是 我在跑基层的时候 很多人不认得了 不认识你 对真的 连面对面 因为现在都戴口罩 没有 我都已经拿下口罩了 还没认出来 我那一天跟陈益州议员 我们另外也是内湖的议员 我们很熟嘛 因为我们都是内湖议员 他跟我约要去我办公室跟我聊天 然后我刚好进议会 进电梯刚好遇到他 我就欸益州大哥 想说刚好遇到 然后他就这样一副不认识 他完全没有认出来 对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六楼 然后我就说益州大哥是我 然后我就拿下口罩 然后他就整个吓他 他是老物吗 没有 我在法律基层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想说 你是本人吗 就真的是跟他们印象中的样子 差太多 欸这样会不会影响你这个 年底的这个选情 为什么会影响 哦因为盖还是盖游鼠会三个字 对啊对啊 其实我走在路上 没有什么人认得我啦 因为我是第一任议员 然后我们的前三年 我们的我这一任的四年 我三年都在戴口罩 哦 所以其实大家记得我的声音 比认得我的脸多多了 欸议员你现在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不是我是说因为我们直播节目你是可以露脸 哦真的吗 对啊我戴着口罩就好 哦 反正我们有隔板 这样是符合规定的 不过我都觉得我是天选之人 让大家记得这个游鼠会的长相很重要 对不要到时候投错了 投到这个什么 哦没有没有不用记得我的长相 记名字 对 这样我走在路上 如果边走边吃就不会被发现 OK好 那当然这个这个其实我们讲完这个瘦身的经验 当然应该很多的观众朋友很受用 好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稍微讲一下 你在议会这个罗志强跟你应该是很好的朋友 交情非常好 嗯我觉得比较像是那个什么战友伙伴 对 因为其实2018年之前我没有认识他 对就是进了议会 进了议会之后才开始认识 也没有就2018年的时候之前 因为他是总统府那种高层在马上 对对对对官员 那我只是市府里面的比较从事政治性 政策性的幕僚 而且不是政治是政策 对 所以我跟他没有那么熟 事实到2018年我们都是第一次选举嘛 好那他在初选的时候其实有被围攻 差一点初选都没过嘛 那那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下去 其实也不是他跟我讲要什么 因为我不认不是很熟 我就自己写一篇 我说选举好奇怪 不就是选自己想喜欢的支持的 为什么说那个人太高票 西票机我们就反而不要去支持他 要去支持弱的人 对 那我是很难理解这种逻辑 因为这样子 然后他初选过关 所以他跟你就有一个 等于说一个算是一个 他觉得你有帮助他 他太太 哦 后来后来那个等到 9月10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民调有一点危险 因为我是从一个毫无知名度的人出来选的 然后他太太从新闻上看到这件事 就跟他讲说他应该要来帮我 所以他就主动跟我联系 对 然后他想了一个梗嘛 就是剃光头这件事情 对 结果是罗志强剃光头 对本来就是他剃光头 我以为是你 绝对 绝无可能是我 即便落选也不剃 对 是 女人的头发是生命 对 选举只是工作 对 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散的循环 对 你先帮了他一 就是说王总成功帮忙这个仗义直言 然后他来帮你剃光头这个造势 对 然后到了四年后 你再帮他的这个 这个杨指头 对不对 让杨指头再剃一次光头 我永远是替别人的 OK好 那当然我觉得 那国民党里面太缺乏互相帮忙 了解 所以都很寂寞 其实罗志强 这个我们等一下稍微 我们下一个段落 我们来稍微聊一下 罗志强的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我们先这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由梗来报 杨明邦找梗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罗志强 他因为今年初原本是要争取桃源市长 这个结果当然现在国民党是确定提名张善震来参选 那他在这个桃源最后一段的行脚也在6月17号到一段落 下一步他会全台湾去行脚起伏 那当然他现在还没启动这一步 那随时准备要往下一步 你自己觉得 就是说看到这位好占有 今年他算是蛮坎坷的 你觉得他的下一步会往哪里走 其实一直都蛮坎坷的 这个其中一半的坎坷是他制造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充满了热血停不下来的人 譬如说之前公投的时候他也夜数开到49天 然后公投完也全省谢票 然后接着再去桃源 然后接着他既然没有一天是停下来了 觉得这跟他个性也有关系 那这个我到最后都跟他接到他电话我都会怕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书惠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要不要 然后你就会深吸一口气 那我一开始来说怎样 然后譬如说要去档部前面静坐 或是什么这些 我就觉得前面我还觉得既然揪了也该做 譬如说抗议那个不分区名单什么的 之类的 对那到最后只要这个电话一讲来 我有一个想法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 我就说等一下一天我可以 49天我没办法 所以就是你很担心公投那个收到出来就你绝食了 对啊 没有没有他业述嘛 对对对 因为我都是他基本上会第一时间跟我讲 跟我讨论一下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孟投很多的共同的战略也好策略 你们他都会跟你讨论 有时候可能是要闯了祸以后再跟我讲 或者是我帮他会帮他论试一些稿子 因为他比较冲嘛 但有时候似缓折缘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觉得国民党里面 真是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孤单 你不敢往前冲的理由就是你没有占有 就像我前两年刚开始重申的时候 白目白目的就往前冲 我以为后面会有人支援 我后一看没人 结果发现自己有往在前面 然后我觉得旁边应该会有伙伴 往旁边干嘛没人 所以这个会让很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说 我干嘛我干嘛往前冲啊 站在前面反而被打 对对对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们党内很多 这个优秀的同事他就会说 你干嘛冲在记忆一个 到时候会死你而已 对所以我会尽量 不管是罗志强要许巧心也好 你帮他们踩刹车 或者是一起作战 就至少找办 对对对 即便他们没有揪 因为我觉得哪一天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希望有人会来声援我 对所以你看像比如说 从去年那个林秉书的事情 这个包括特权疫苗等等 其实我觉得看得起来 就是说整个国民党有一个 所谓团体作战 其实在台北市议会是最明显的 对好那当然讲到这个台北市议会 那就是你是今年第一个贴出 这个跟蒋万安合照 当然你们这个礼拜 我也是第一个做文宣小物的人 对这个文宣小物 当然照片我们也都有 我们也都有这个准备 那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看板也好 文宣的这个合体也好 你自己觉得为什么你要冲第一个 你刚刚讲到你说你常常冲第一个 这一次你也是冲第一个 没有这本来就该做嘛 好那过去我知道有一些 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 也打过两次市长选举 我知道市议员都会先看 你这个候选人气势打起来 我才要跟你挂联名 要不然我挂好自己就好了 当时韩国瑜到高雄的时候 没有一个高雄市民要跟他做联名广告 联名文宣嘛 邱宇轩是第一个做的 邱宇轩做好笑 他跟他做一个扇子 韩国瑜跟邱宇轩 然后因为大辽人不认识韩国瑜 就问邱宇轩就说 你人家吐头哦 所以我知道很多民意代表都会去观察 要找红的人跟自己一起挂看板 但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团体作战 该做的事情早做跟晚做不都是要做吧 那你一直去看人家的气势 一直看人家的那个民调 不管怎么样 讲万安一定大鱼有蜀惠 我有什么好去挑人家的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 像比如说你的这个小物 就是万安加油 没有我是万事安心 然后另外一边是勇敢改变 勇敢改变是我自己这次选举的slogan 对 然后万事安心 你直着看就变成万安 对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你的标语 对是我的看板 因为讲万安的slogan还没有出来 对 所以看板就是万安加油 台北改变 对 好 那所以像这个就是说 你跟蒋万安这样的一个互动 因为这个礼拜星里面 刚拍完这个全部 议员参选人的定装照 对 你觉得接下来这个整个策略 整个战术就位的时候 蒋万安能够继续维持 这个民调的领先的优势吗 我想是这样子嘛 选举就看两个嘛 一个是人自己 后选人自己 一个是整个大环境的事 人跟事 你说天时地利人和 地利大家都一样在选台北市嘛 好 你就看天时跟人和 他自己的这个走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都给他建议 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太软或是什么的 但是我只是要说 我打过两次三次啦 三次台北市场选战 候选人你要他改变自己 他可能改变的事不像 那他做自己 那如果市民可以接受他自己 起码他没有骗你 他现在也可以骗你啊 我这样我那样 选上以后都不是那样 柯文哲其实就是有一点点是这样 你就顺便这个泡火就出来了 也不是 他的白色力量 我2014年就说白色力量是什么 就是什么颜色都能沾 我现在回过头去8年 你看我说的话 准不准 绿 蓝 红不要去给人家抹红 然后又说白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只人物 就看民众想要什么 他当然可以演出你想要的 我们其实就是演员 我们其实就是演员 我当然可以演出你想要的 你要我甜美 你要我这个很汉 我都可以演 但是你要什么 你要真实的我 还是演出来的我 所以我不会去勉强 讲话要做什么 但我会导 我会去给他一些建议就是 你一定要摆对你自己的角色 你是挑战者 黄珊珊才是现任者 你要去挑战市政 不要反过头来变成黄珊珊在挑战 你讲家 你哪一个政策讲得不好啊 那陈时中怎么样 疫苗这样 那你自己都是执政者 你那个8年 柯文哲的满意度这么低 你都没有责任就对了 所以你认为蒋万安应该是要 站在所谓的攻击的面 当然啊挑战者一定要攻击 而不是防守 所以他现在最吃亏的就是他没有攻击 就他每天都被迫解释 你为什么要说你是姓蒋的啊 那你那个什么中心建养政策怎么样 你的轻盈幻居怎样 那帮帮忙 那这些在指责他都是现在的执政者 你们自己做得很好嘛 可是那蒋万安的问题就是 那你怎么没有反过头来 就只是问他说 你的大巨蛋 你的社宅盖的花了1600亿 为什么年轻人还是都搬走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这个 所谓的政策面的东西 会不会你担心说 未来就因为他提太多政策 而被就是说就像你讲的 奇怪我提的政策 应该是要跟这个现任的来去比较 结果却被现任来奚落 那种感觉就因为蒋万安不擅长 去打这个所谓的攻击面的 这种战法 他想要好好的提出一些愿景政策 那谁能够帮他打攻击面 台北市议员 我们所有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监督市长监督现在市政是我们的工作 万安当然可以抛出政见 质疑现在市政做得不好 诉求换人做做看 但是我们有20几位 将近30位的党籍议员 我们是不是有做好自己监督市政的工作 所以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去给蒋万安 然后很多议员对外可能会匿名说 太软了 怎样 对 他有他的风格 但是他一开始也是因为他的风格 才会被台北市民接受 不然他就不会一开始连出现都不会出现 他再怎么样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人说蒋万安看衰他 或怎么样 但他现在民调还是领先 是啊 现在大家都说这个黄珊珊跟他逼近 但是大家没有想过的是 黄珊珊的高民调不是来自于蒋万安的民调调 蒋万安一直就是在那里 上不上下不下 你很担心 但是他也没掉下去 你担心的是他没上去嘛 对不对 然后黄珊珊追上来 可是民调就是100 就是一块饼 那黄珊珊的饼是从哪里切来的 是那个陈时中那边切来的 就是绿营的反而流失是往黄珊珊那边支持 因为陈时中他这过去两年的防疫表现 他第一年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 中间跟知识分子 大家觉得他是防疫指挥官 英雄 对英雄 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还展现一种 比较中道理性的样子 或是温和 对 那只是他现在招惊了 蛮就是真心 就就我跟你讲 他可以演嘛 对他可以演嘛 他演了一年以后 他发现我已经上神坛了 我不演了 那他的民调大幅腰斩 就造成黄珊珊的民调增加 因为黄珊珊其实大家去注意 他去年一直民调都大概在一成五左右而已 后来跨过两成就是去年在疫苗荒的时候 他开始炮打中央炮打陈时中 然后逐渐的去吸收这一年多 一点一点去吸收所有离开陈时中的人 那所以他就不断的壮大 那蒋万安就是若在他没有同步的 也去炮打陈时中 两个够减求有没有 所有不满中央防疫政策的人 我都 我就去赶快把他吸纳 那这是蒋万安当然就是 慢一步的这个 我们要去不得不说这件事情 当然也跟他的角色有关啦 对 你在立法委员 他没有什么 他只能骂而已 他没有资料 因为现在我告诉大家 台北市议员监督监督的好 是来自于说台北市的传统 就是议员要资料要给 很多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你去跟他的议员谈一谈 他不是监督不利 他根本要不到资料 市府根本不理你 对根本要不到资料的 中央现在也是这样 国民党的立委要资料 基本上 两个礼拜以后给你 都没有新闻了 所以你要超前部署更早要有没有 那怎么可能 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在推脱 而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民进党真的是 完全破坏民主监督的这个 就毕竟他们过去在在野的时候 他们知道在野党要怎么样对付执政党 所以呢他们特别懂得去 针对在野党的弱点去加强 所以我想刚刚其实你讲了那么多 有一个很关键 我们如果这样要讨论台北市长 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到底黄珊珊你说她现在跑到第二名 是因为绿营的人流失吗 中间中间 中间或是说原本支持陈时中 她往这个黄珊珊这边去移动 好那你觉得未来黄珊珊跟蒋万安 会变成是这两个人对决 还是民进党等到他们民进党一提名 不管是谁 陈时中也好 林嘉隆也好 或是还有其他人 绿营又会回到这个 不会 不会吗 应该这么说啦 不要觉得台湾或台北 永远就是只有颜色跟政党 蓝绿白白绿蓝 不是这样子 尤其是台北 年轻的选票 其实基本上他没有政党的忠诚度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他看谁爽 他对谁不爽 他完全是看自己的决定 好了 之前在同岛一命的这种宣传底下 或是说陈时中之前的防疫形象 他吸引到很多中间年轻的 甚至是知识选民 经济选民 这些人他没有什么蓝绿的 我为什么要喜欢哪个政党 他可能每一个政党都不支持 大家看所有政党支持度加起来都不到50 另外50都没有 我就看我当下的心情 陈时中那时候是吸引了非常多 这样子的 反而是这个蒋旺安就是蓝的基本派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可是陈时中那个时候是拥有 这个绿的基本派 跨党派 对加上中间的 我刚刚说的那一票 对就是所谓的防疫红利 对那 今天你说他的这一部分 里面还包括着这个年轻绿的部分 但是过去民进党 如果你从过去看一二十年民进党在台北的盘 差不多四成左右 四成左右 姚文治那两成多 他们有些是讲三成八 有些讲四成 那也都没有关系 只有姚文治是崩盘的 没有姚文治的原因不是他的问题而已 姚文治的原因是因为柯文哲 掏空了民进党的年轻率 没错 民进党在台北 四成里面你总有一成五是年轻人 其他的是 就按照年龄比例就是这样 对其他的四五十岁以上 二十到三十岁 二十到三十岁大概一成五 这些过去也不是国民党 然后国民党就很悲伤的 一直都没有什么年轻选票 好啦那这一成五 就是在柯文哲这几年 被柯文哲掏空了 所以姚文治才会沦落到这个 对比较低于平均 然后大家觉得说 没有啦民进党还有基本盘是四成 是姚文治个人的问题错 那就是民进党的年轻选票 被柯文哲掏空了 那其实会被掏空也就表示 这群年轻人没有忠诚度 没有忠诚度 不需要 台湾本来就不该有政党忠诚度 其实真的就是说年龄层的差异 世代的差异 会对这个政党忠诚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因为我一辈子都投国民党 我就很难改啦 我一辈子都投民进党 我当然觉得他就是对的 但是年轻人一辈子才刚开始而已 他没有他每次投都可以投不一样 对呀 因为我的一辈子才刚开始而已 而且有很多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那个意识形态的情节在里面 我们台湾有很多历史的脉络也好 或家族的这个整个背景 所以我们刚刚说 陈时中一开始也有事成 因为他把那一票拿回去了 大家觉得他做得好 柯文哲只会乱讲话 可是随着这两年 这个台北市的景气越来越差 然后防疫工作做得不好 那年轻人陆续在染疫当中 当时又等不到疫苗 然后又有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打不了疫苗 所以那个原本已经回过了 这种年轻率中 那个比较轻壮年的率 又再一次的流失了 所以大家都说 这个柯文哲在蹭篮 没有错 这是我们蓝营的警讯 黄山山要从蓝营这边拿票 但是民进党也不要一直去操作这个 民进党一直在操作黄山山多好 讲话多弱 他希望把这个 所谓的捧山打奖 对他希望说黄山山跟讲话 就是吸同一块票 他们认为是同样是蓝薰的票 对你们就是这一块票 你们自己去此消彼长 我们还有这么一大块 但是操作到后来 你有没有发现 变成 变成 黄山山可能两边都吸一点 但是从哪边吸的更多 现在看起来是从 绿营那边吸的更多 因为之前绿营的那一票 是太膨胀了 是陈时中在省的这时候 所膨胀的 但是那一票里面 很多就是从柯文哲这边 就是他跟柯文哲之间的流动 柯文哲吸过来 民进党又吸回去 现在柯文哲又吸过来了 所以这一场选举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都在看 谁是2018年的姚文志 所以你会认为说 这个不到最后关头 可能才会 就是要到可能选前一个月 甚至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才有可能看得出 到底是最后谁 大概十月 大概十月就只有 那个时候才会比较清楚 好没关系 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当然呢 这个陈时中部长已经 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了 那不知道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但是因为昨天有一则新闻说 这个下礼拜 什么最快下礼拜 民进党中堂会 就会征召他来参选 我必须要在这边讲 不太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那就我的了解 那个民进党的选对会 应该是在下礼拜周末 下个礼拜的周末 才会针对台北市长 来进行讨论 所以最快有可能是在七月初 来讨论这个台北市长的这个 选战的人选 好那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下一段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们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聊最近 这个游淑惠议员 挖掘到的大巨蛋的内幕 欢迎回到有梗来报 杨明帮找梗 今天我们的来宾呢 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惠 游淑惠 游淑惠 最近呢 主打一个议题叫做大巨蛋 奇怪 这个大巨蛋不是柯市府打国民党的工具吗 不是五大案啊 不是五大弊案之一吗 怎么现在变成是国民党议员 在打柯市府的大巨蛋 议员你跟我们讲解一下 其实我觉得 当年的这个五大弊案 柯文哲已经公开道歉了 就是五大弊案 就是他一手操弄出来 当时他跟绿营很多名嘴联合 成立一个联政委员会 把这些名嘴都聘为联政委员会的 后来他们都拿了市府的资料去上通告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还记得 那什么会议记录 什么录音都被流出去 对对对对 什么捷运也可以捡到周玉寇 当年柯文哲跟周玉寇可是partner 因为他曾经还有媒体照到就是 柯文哲在做高点 还在这边回周玉寇的简讯 然后周玉寇还教导他怎么当市长 那可是大巨蛋真的原本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有公安或消防的问题的话 如果是那样我们也很担心 没有人要去承受这个风险 所以一直以来台北市议会 就让柯文哲在那边乱搞大巨蛋 因为你说有风险嘛 那我只能相信你嘛 我不能tkey的是说你骗人嘛 那可是四年停工了 突然之间他可以复工 对突然就复工 柯文哲还召开了一个复工记者会 大家记得吧 我也很关心 我全程就在线上听 那我就觉得听完以后觉得 我傻了 为什么 你四年前你停工的时候 说他这里不安全 那里不安全什么的 你四年后没有改喔 突然他安全了 那一颗蛋突然安全了 然后拿刀叉吃人肉的远雄这个财团 柯文哲说的 突然变成善尽企业责任 最近柯文哲说的 他也善尽企业责任 他本来可以不要给我全力精打 好 那这中间的转变 会让他觉得很错愕耶 到底谁失智了 是我失智还是你失智 我举个例子 他当年说大巨蛋有几个地方不安全 第一个 大巨蛋是钢骨结构 钢骨的传导热很快 热传导 热传导很快 所以一旦发生火灾 这边发生火灾 咻 这边就会热了 然后整个大巨蛋 就会变成一个火烧楼这样子 那我就傻眼了不好意思 101也是钢骨结构 台北市所有高人 大部分进步的公共建筑都是 钢骨结构 所以你的意思是都要卡住吗 现在我告诉大家 还是钢骨结构 全世界哪有哪一颗巨蛋 可以不靠钢骨结构搞出来的 好 第二个他说什么 大巨蛋下面的停车场 跟商场 那个旅馆跟大巨蛋 是连通的停车场 所以这一区烧就 咕嚕咕嚕就烧到ABCBC一直烧 那听到这个我也傻眼了 不好意思 台北市政府楼下的那个府前广场 整片从市府路到仁爱路 全部都是连通的 你说而且跟市政府也连通 对啊 台北市长可以从市政府走地下连通 到 就从台北市议会默默的冒出来了 全部都是连通的 台北火车站 搭长迷惑地方 下面全部都是连通的 这些地方又要拆掉了 你讲这个话我都觉得很妙了 再来它用的模拟软体测试 大家记不记得 说你看人都无法逃生 你的参数怎么射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大家觉得最好笑的是 在它的模拟软体里面 人都不会动 人都不会动 好啦 那你如果说这个 这个防灾的避难的模拟软体 你觉得是好的 你花了600多万的二倍金 去请日本人来设计一个这样的软体 不好意思 101你也给我模拟一次 好了101盖完了 我们不管它了 这个现在要盖的双子星 你也给我用同一套软体 本来就是这样 台北市政府在评估所有建筑物的公共安全 你应该用同一套软体 同一个标准 对不好意思 就用过这一次 连复工 你说它这里改好了 那里改安全了 你还是要用同一套软体去跑一次 你看喔 现在会跑了 可以疏散 也没有 这辈子这套软体 600多万的软体 就用那一次 给大家小人都不会动 所以你所有都没有改 然后你告诉我它变安全了 这件事大家本来就很瞎 好啦 给它复工 现在又开一个记者会 前朝做不到的事 我柯文哲做到了 超无利润 分论 说真的 我们也没有对这件事去骂它 你分到过低 或什么 0.6% 你分个什么鬼 我也没有对这件事骂它 对 这个 从去年3月吧 台北市政府就花了300多万 请安侯做一份大巨蛋的财务的模型的评估报告 我从去年就一直在盯了这份报告的出炉 所以我等很久了 我没几个月就会问一次出来了没 什么什么的 对 所以今年的5月它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把它拿来看了 对 但因为我以前是公务员 而且是专门看公文 所以我就把160几页 一页不漏的都看完了 那基本上里面内容我也看得懂 看不懂就去找人问 对 那我就觉得很瞎 嗯 我就觉得很瞎 发现了什么 就是第一个你0.6%它的最后 分论 台北市政府采取的那个分论的极据 是整个安侯建议里面的偏低 就是最低标 对 安侯给它一个range 那你偏低 那你偏低你的记者会理由说 因为俄乌战争通膨 我就傻眼了 俄乌战争跟我们大巨蛋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那颗飞弹会打到我们大巨蛋吗 还是怎么样呢 那通膨说真的 通膨其实企业营收都是增加的 对 为什么因为它价钱都调高了 才叫通膨 是 那它的营收当然是增加 但获利当然不一定会增加 对 因为成本也垫高 没错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通膨要几年 你现在把它预估到37年的 所有财务分论 这是第一个你偏低 第二个安侯在做这个评估 因为远雄有一本 109年版的投资执行计划书 未来远雄必须按照这本投资执行计划书去执行 远雄送来的 对 然后台北市政府把这个 这本的里面的一些财务试算 再拿去给安侯去做评估 所以一切的数据都来自于这一本 但是傻眼这本没有核定 远雄送来台北市政府快两年了 台北市政府没有把它核定 对 一份没有核定的数据 你怎么去做财务评估 那为什么不敢核定呢 为什么 我就去跟台北市政府要这个109年 他不给 他说这个因为没有核定数我不给你 好这我也能理解 因为没有确定的是 他是可以不给的 后来你有拿到 没有 但是安侯的这一份里面 有提到 有提到 你就引述这个报告里面了 对 那我就傻眼了 第一个他根本没打算要打棒球 他根本没打算要打棒球 巨蛋不打棒球 那不是荒谬吗 那就是瞎扯蛋 1991年那时候郝伯春在职棒冠军赛 中华职棒的这个总冠军第七战 因为下雨现场球迷大喊我们要巨蛋 他马上行政院就核定说我们要准备推动巨蛋 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下 看起来所有台湾所有棒球迷都会知道 大巨蛋就是为了职棒 他我跟大家讲 他里面透过了种种声 他虽然最后还是丢出一页说没有啊 我们要去争取职棒了嘛 可是他里面的所有的财务设计 其实就是排除棒球了 那他要做什么 288天的使用天数 他们有预估未来这个大巨蛋可以用288天 里面只规划了20天作为体育竞技类的活动 体育竞技类喔 没有告诉你是棒球喔 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体育竞技类 打网球跳舞 国际标准舞溜冰 然后什么赶篮球什么 anyway你觉得是运动的都是体育竞技类 我跟你讲连打电玩电竞比赛 电竞也是啊 都是体育竞技类的 会不会连那个街舞比赛也可以 是啊 因为霹雳5是2024奥运项目啊 是啊 所以就体育竞技类就是所有 但然后这么多的体育运动项目里面 他只打算给他20天 那请问一下你分到棒球的是几天 就是那个20天还是所有体育项目 是啊 所有竞赛项目 打一个职棒的总冠军赛 我可以只借一天吗 而且你知道其他的天数 他打算去办年会法会展览会 法会他都写的我告诉你 展览会 请问一下 你在棒球场地 不管是沙地也好 土壤的地或者是草地上 你去搭舞台 你的草地要不要复原 是 然后你复原的天数 你要不要算进去 所以你只留了20天给体育竞技类 其中给棒球的还不知道 所以他所有的棒球比赛的收入 他全部写零 就是取消 然后他事后解释说 哎呀因为这是预估 预估的值我不敢放进去 去你的整本投资执行商 就通通是预估 理论上你如果有一个目标值 你应该是要努力达成 整本都是预估 因为你还没有营运 他也预估了商场的 这个煤瓶的收入 旅馆的这个住房率 对商办的出租率 你全部都预估了 你连展览会的演唱会的门票 场租 你通通预估了 对 为什么你棒球没有预估收入 所以 就是你没打算做 所以你揭发这件事情之后 我发现所有人都改口了 市府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不会让他过关 他不打直棒 我们不会让他过关 那你为什么这两年不早退呢 你为什么放了两年都不敢退呢 然后远雄也说 有有有 我们要打直棒 只是直棒球团没有来这个接洽 那他永远都说没有人来接洽 那你永远不用打 然后呢 职棒大联盟 蔡集团在那边说 我们准备要接洽 那你问题是你巨蛋没盖好 我们怎么接洽 反正就是 这个我是觉得 这整件事情很荒谬 但是 议会是不是做出一个决议 就是说要求他们至少要 有一定的这个额度 是让棒球运动来使用 对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每个会期 如果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招委 就是主席 我都会刚好遇到那个委员会出现的答案 对 我这个会期是教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那体育局跟教育局 都是我们教育委员会的 所以我就安排了一次专案报告 讨论这个议约的过程 原本我是要求黄珊珊要列席 因为他自己说他是议约的代表 但我觉得这个人也蛮没种的 你有种说你是议约的代表 但你却没种来面对议会的背询 他说副市长不用到委员会去 随便你我也不在乎 好了 那这个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我们最后我就写了四项决议 那全体蓝绿的议员也都同意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 体育竞技的天数太少了 我要求要提高到30% 我没有超过 他就是个体育设施 我要求你有30%的时间 用在体育竞技 是哪里为难你的 其中这个30%里面 还要有一半是用来做棒球 所以其实也就是30乘以10而已 就是15 对其实只有4.5%左右 15 对 7.5% 15 对 用在棒球 那这合理吧 应该吧 巨蛋就是打棒球的 如果用你讲的288天去算的话 大概就是40天左右 对 这合理嘛 然后再来第二个决议就是 他当时承诺我们的棒球博物馆 还是要按照原始的计划书去设计 因为他现在又告诉体育局说 我有棒球博物馆 我博物馆把它放到商铺区去 而且我棒球博物馆 为什么没有收入呢 因为我未来要委外经营 委外经营也有收入啊 你委外收的权利金啊 对啊 而且什么叫放到商铺去 棒球博物馆 不是两三间卖纪念品那样 他原本的贵书是4000多瓶 4000多瓶是怎么放到商铺区你告诉我 然后你委外经营好了 那你委外的权利金也没有啊 那我就跟市府说 那他如果永远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啊 没有人要来经营 我委不了外 那你怎么办 你找谁要啊 这个因为一签下去就37年 所以我做的第二项附带决议就是 你必须按照原计划书 不能说我变成200瓶 然后再来你要在营运内 营运开始后三年内你要启用 三年够长了吧 你原本应该之前就开始 理论上是一营运就要启用的 对 因为你原本不是营运 就是全部都OK了吗 商品都上架了吗 我还给你三年的时间 那也没有要跟你运使网破 对不对 你如果市政府再谈不下来 你们家的事情 第三个决议是 黄珊珊自己说的 他要把国赔跟议约绑在一起谈 你要我签这个约给你10兆 你就要放弃国赔 本来就是啊 你一直国赔 那就是说我当年柯文哲停工是错的 对不对 那我怎么能承认我 一边承认我错一边 又跟你重新议约呢 对 我的要求是合理的 也是保护你柯文哲 保护市府 对吧 那这个浙皇珊珊自己说的 那你就要这样做 要依照这个逻辑 对 你就要这样做 所以我就去做了这几下 第四个是 因为大巨蛋原本是打棒球 对 那你现在有那么多的使用 可能未来是演唱会 要变成演唱会 那演唱会 你知道小巨蛋就有那个震动问题 三天三夜 那个一万五千人的场地 跟三万人可能又不一样 那就没有大巨蛋是四万人 哦四万人 而且下面有台北的第一条捷运板南线 对 那个结购物都已经二十几年了 所以我当然要重新加做一个叫震动评估 那这个因为谁叫你要改你的使用计划 对 那所以第四样的决议就是 要求远雄必须要去做这个 找结构技师来做这个震动的评估 是 所以其实大巨蛋议题当然已经吵了 你知道从我们刚刚讲1991年到现在 已经是31年了 那还是没办法 历任的五任市长还没有办法这个正式营运 那像今天 昨天应该说是礼拜四 礼拜四这个远雄的这个 这个执行长 大巨蛋的这个执行长他也承认 就是说今年本来要来市营运的 预计10月份市营运是确定不可能 明年我们到底真的这个大巨蛋 有办法可以这个 让民众可以使用到吗 柯市长一直说大巨蛋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内政部的这个安全的 这个消防的安全的许可没有下来 我当时就说没有 第一个你议约根本没完成 第二个远雄的工程进度 根本不可能 今天这个大巨蛋的执行长也说了 光是工程 就大概会到今年的12月底 不光我们的时候是远雄自己的工程 你工程盖完一个这么大的量体 你要不要验收 我们要去验收 看他有没有按图施工 然后还要改善 然后再发使照 这个过程又大概要半年 那你根本不要管议约 也不要管这个内政部做什么 你自己的这一套 能做的 建管的流程 建筑的流程 就大概还要一年了 那你跟我扯什么 这个刁难我 议会给我的条件 我谈不拢等等的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我其实一直跟柯市府说 你们不要为了要结案甩锅 然后就一直让步 我宁可不要那薄薄的 0.6%的这个抽成 一年才3000多万 我宁可不要 但我要一颗 可以帮助台湾棒球产业的大巨蛋 是 所以当然我觉得淑惠议员 这次这个大巨蛋的议题 算是挖掘得非常透彻 那接下来呢 其实这个淑惠议员马上就要面临 这个年底连任的考验 你自己觉得 就是说一个议员要连任 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 很多人都告诉我 因为我是第一届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一生二是最难的 第一届因为有新人红利 人家说年轻人 你这个机会新人 你这个机会 可是第二届大家就要看 第一届的表现是怎样 所以很多人都说一生二最难 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的一生二 对 那我觉得今年的选举比较不同 因为有疫情 所以大家选择都很辛苦 疫情让选情降低 对 选情降低 就会让我们的 不管是募款也好 或热情 支持热情也好 就一起降低 疫情选情热情 对 是联动的 所以再加上 因为我是第一任 知名度本来就没有现任的高 那我们这四年里面有三年都是戴口罩 对 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在一起认得我的眼睛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让淑惠议员 赶快把口罩拿下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挑战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以前在市政府工作过 你如果要问我的这个感想的话 我对于连任 我当然希望连任 因为那代表说选民 肯定 肯定 可是作为民意代表 或是市政府官员 我觉得 我当民意代表 无力感是很重的 是很重的 就是你出一根嘴 你怎么讲 讲到喉咙痛 官员不听 不撩你就不撩你 对 所以我开协调会 有时候会开到最后 我就忍不住讲一句话了 将心比心 公务员要有良心 如果是你家人遇到 你会怎么样 对 我就只能这样讲 因为论法律 我也不会懂得比你少 因为我也当过 你们在想什么我也知道 你们要怎么糊弄议员 我也知道 因为我过去也是扮演 糊弄议员那个角色 对 所以 但是我现在当了民意代表 跟以前不同的事 就能体会到 我发现我扮演的是翻译机 就是民众讲的话 官员听不懂 听不下去 官员讲的话 民众无法理解跟接受 没错 所以我在扮演一个翻译机 桥梁 对 但是我们每一次能帮的就是个案 所以 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到就是 我很少去就 比较小的 这个桥怎么这样 去咨询什么的 我比较喜欢去咨询的是政策 大方向的政策 对 所以 我不知道说 这对我的连任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你都在地 你没有咨询我这个路怎么有个洞 我这个停车阁怎么样 但我觉得那都是制度性的问题 为什么会乱化停车阁 为什么路会永远不平 花了那么多钱还是会有坑洞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那你的预算怎么花的 你的招标是怎么搞的 我比较偏向 但是 会不会有取高和寡的状况 我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选民 应该都是很有智慧 特别首都的选民 应该都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到尾声 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支持一下 我们的邮淑惠议员 我们这个画面上都有他的这个 政治现金的专户的帐号 我们也可以给他 还可以这样的 给他一点小额的支持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 我们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邀淑惠议员 再来多讲一些台北市政的议题 那谢谢淑惠议员 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再见 拜拜